其实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要注意身体 入冬以来各种病毒引起的呼吸道疾病也是进入到了高发期了 尤其是儿童患者明显增多 据说呢这个儿科门诊的输液室里边天天是人满为患 对 其实去年这个时候感冒患儿也扎堆 但我记得好像从医院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就是今年的支援体肺炎患儿是明显要高于往年的 我们了解一下 昨天上午记者在沈阳市儿童医院看到 儿科的后诊区输液室都挤满了患儿和家长 输院处更是一床难求 他发烧到38度 然后咳嗽就是整夜就是不停反而放过来掉 晚上睡觉睡10分钟20分钟就得咳一次 有的时候就是前天吧几乎一夜是没睡 据医院统计进入11月份以来 他们每天的门诊量一直在1500人左右 比上个月增加30% 内科五个病房床位全部爆满 医院正在积极调配住院房间和医护人员 增加内科床位 解决患儿看病难的问题 住院的患者大约比去年同期能增加了50%左右 而在这些住院患者当中 大约是70%都是支援体肺炎 那么支援体肺炎经营成一个爆发流行的趋势 发病年龄五六岁左右的可能多一些 但是其他的婴儿也可以见到 支援体感染的症状与感冒类似 主要表现为发热和咳嗽 但如果发展为支气管肺炎 往往要使用抗生素 严重的需要住院治疗 住院体肺炎多是成一个持续的一个高热 那可能用完退热之后呢 孩子体温退的并不理想 如果高热持续超过三天的话 就应该及时到医院呢就诊 还有呢就说这个初期的时候呢 咳嗽症状可能表现的并不明显 医生的听诊 可能肺部的阳性体症也听不到 有必要呢给孩子拍一个胸片 看一看孩子肺部炎症情况 支援体肺炎目前还没有疫苗 预防措施主要是注意 平时的保暖和休息 防止免疫力下降 同时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尽量少去人员密集场所 记者洪亮刘超报道